没有想到说我们国军买不到一年 这个所谓的要取代汉马车的 这个轻型轮撞战术车 竟然说拖着那个避震器的支架会断掉 如果断掉的话车子一定会不平衡 不平衡一定会翻车 那翻车的话一定会有人受伤 这个轻型战术轮车 当初是在我们国军的M151吉普车 全速太出以后就开始要建案 因为你这个部队里面还有轻型战术轮车 中型战术轮车还有重型的这些轮车等等 你这个部队里面一定会有很多地方 也需要这样一个行政用车 他做什么功能是什么 他的车其实他的任务跟角色 就是泰换过去的M151吉普车 其实有点像是军队里面的这种行政用车 这个轻型战术轮车 当然除了行政之外 他也要能够开到战场上进行作战 所以他那时候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他就有三种车辆 三种他有一种是软顶 就是说他本身就是用一个棚布 加布盘的 那个加上去是个软顶 另外还有一款是上面有一个枪架 也就是他那个上面可以有一个旋转的枪架 可以让由人控制让他左右转 然后他是有可以装7.62机枪的枪架 另外还有一种硬顶 也就是他整个是一个硬顶的车顶壳 就有点像是 就是说你可以部队里面 在长官的 倒不是在长官的 在长官是更高级的那种 像那种 黑头车 对 黑头车 那这个车本身他其实是一款 就是部队行政用的这种轮车 那他通常你可以看他上面可以载四个人 然后你可以带机枪等等 那这个车呢其实是选到那个 跟当时美国有一款吉普车 那个民用型的这个吉普车 他把它选定以后呢 其实就交由这个国内一个厂商来进行这个生产制造 那国内这个厂商生产制造 他这个厂商坐这个车 坐第一批交给这个军方的时候 那时候就验收就很多地方不过 因为 对 没错啊 所以这车本就有问题啊 对 那后来当然 因为军方就有说他们开出来规格不过之后 经过很多年 而且所以他们那时候出来第一批的车子 就摆在那个车厂的停车场里面 那边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五年 花了钱都不用 因为你这个车本身没有通过验收嘛 没有通过验收当然就不能都交车了 钱花了啊 对啊 所以那当然后来 那个这几年 那个车厂说 他已经把缺点改正了 那军方也就接收了 那但是用了之后 没多久你看 就发生这样一个状况 这个真的是很夸张 他哦 那个车子你看 他潜流那个轴壳的 那个拖架 也就是你看避震器 跟他那个前面那个车 那个轮毂这个地方连接这个支架 这地方居然断掉 而且你看 那个阿兵哥说 他这个 那个焊条这个地方 焊的非常非常的不够 你看只有那个焊接这个痕迹 就显示出他那个焊接的厚度 强度就不够嘛 所以你这个车如果要进行越野 或说让它能够发挥 它原有这个功能的话 自然而然 久而久失 这个地方就脆化 就断裂了 而且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当初军方怎么会选上这款车 为什么会选上这款车 因为你看 以现在这个军方来讲 他的这种作战的这种车辆 轻型轮车 中型轮车 或重型车来说 中型车跟重型车 都是用柴油引擎 是 那这个车是用汽油引擎 军方还有汽油引擎的车 应该比较少吧 汽油引擎 当然你说行政车 可以用汽油引擎 没有错 但问题是 他这个车如果已经是 你要在战场上作战的话 对不对 柴油比较有力吧 除了柴油之外 另外你可以看到 后面云豹车 对不对 它也是柴油 也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部队里面 一个车队里面 又有汽油车 又有柴油车 其实会让后勤 会很头痛 就变成说 你在补给的时候 你要准备两种油料 你一定要有汽油 或者说柴油 都要能够跟得上车队 然后你才能够 让这个车队 所有车进行作战 所以当初他们在选 这个轻型战术轮车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变 就规格为定出 是一个汽油车 而不是一个柴油车 也是真的 让人颇堪万位 所以的确 这个轻型战术轮车 服役至今 问题多多 现在还发生 这个轮毂 就那个前轴 那个轴壳 轮毂那个地方 这样一个托架断裂 所以这个车的问题 真的我觉得 军方必须要 对这个问题 进行一个 这款车 进行一个彻底的体检 然后把所有问题都改正 要不然的话 未来这个问题 还会非常的多